今天说法的人少了 好在有这个科技的这方法 我们用上了 这一种工具 我初修佛的时候 在60年前 方东梅先生告诉我 那个时候的电视是黑白电视 没有彩色的 他提醒我 这个工具好 这个工具要会用 工具没有善悟 没有好坏 如果利用这个工具 天天去播杀到盈望 把人权教坏了 得个麻烦就大了 如果这种工具 每一天播放的是 伦理道德因果教育 这社会就有救了 所以我在这里体会到 今天能毁灭世界的 能拯救世界的 能拯救世界的年中人 这个话 这个话是我对凤凤凰电视台 刘长洛先生所讲的 第一次跟他见面 我就告诉他 世界上有两种人 可以救世界 也可以毁灭世界 他问我哪两种 我是第一种 国家领导人 第二种就干你对行的人 你用这个工具 天天在教 如果你播的都是负面 都是杀到盈望 那你就是毁灭世界 你播的是正面的 是能力道德因果教育 那你救了这个世界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国家领导人他有权 他一个命令如果下去 国家这些电视台 统统播 能力道德因果教育 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一个国家 这个社会 不会超过一年 半年到一年 社会就暗定的 人都叫好了 他容易 他一个命令就可以做到 不是那太难了 我们虽然用网络 十几年了 用卫星呢 也满十年了 很幸福啊 很多地方啊 不能下载啊 虽然是现在有六颗卫星 覆盖全球 但是一定要装一个接收器 来接收 锅内叫锅 装个小锅就可以了 不用大的 微信多吗 在亚洲 上空就两颗 所以小锅就能收到 如果国家有命令的话 从我们卫视 下载 普遍 每一个家庭 打开电视机 都能看到 这个影响就大了 这个功德就大了 他只要一个命令就行了 他就造无量无边的佛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